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博伟汪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 三个频道《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我们又讲讲这个黄色经济圈了 记得之前有位学者 自称很厉害 几百亿美金 好像几百亿美金的生意额就不错 但是好像收拾了很多 不要说到这么大 这次 这个也挺讽刺的 这次这个 就是一个叫香港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平地的东西 他们就是买什么呢 卖旗的 卖旗的 很搞笑 原来整旗的英国厂商 想着这个英国製造 不要大陆 大陆也不会有厂家够胆弄这些 因为都可以大件事的 关于国安 其实也不便宜 你看看这个价格 那些很测升的东西 好像一个小小锁石购 那就是很便宜 9磅多 大约 大概90元 港元一个 很小的 写着香港两个字 你知道他们 香港两个字 手足那些 还说有几种颜色 叫古典铜 古典银 和玫瑰金三种颜色 五天前 就说是做这些 但是 整整一下 很不幸地 昨天就宣布 英国创商 倒闭了 可能就不是做锁石购的 是做棋子 所以这些棋子 什么东西 香港独辣 江士旗 龙斯旗 暂停一段时间供应 只剩下预货 那只剩下这么少 是不是送给手足 当然不是 快点来买吧 有些人说 剩下少许 有没有折 是没有的 没有折 没有折 你怎么找人帮你清 难道这些就是黄色经济圈 是的 他之前一开这个网站 就是说明黄色经济圈 每款只剩下两到 只剩下很少 只剩下 快点买吧 那样 很支持你的要买 买到899 真的 真的是没意思 或者买儿送一 那些批评券 没有的话 很艰难 对 还有 他们英国 英国贵 肯定人工各方面 之后他们 就会尽快令他们觉得很有民主地方 但不多接纳手足的台湾 寻求有质素的供应商填补 预计等三多个月才可以完全恢复供货给大家 说真的是不是这么多人买的 因为看到反应也挺不热烈的 你看最近7.1特区政府居住在伦敦经贸办 也有几十人网络 不是那些行为艺术要BBQ什么旗 你出来拿出来也是负责的 损毁率和消耗率很低 一来一次而已 可能7.21会有吧 我当你一年十次吧 你损毁率很低而已 不用每年都买吧 还有一个傻人说更好事就知道他做什么 他说做个龙思琦的穎帽 蛤? 做什么? 这个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台湾呢? 他有没有标明是要 奢侈那只 我说他想而已 因为量这么小 台湾 他说台湾的东西便宜 对的 因为有些人说台湾印旗很便宜 那你收不收这么贵的钱 你收英镑的老闆 对吗? 最搞笑的是他们也有很多古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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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是的 我也想說如果不是很貴的 你半賣半菜這樣行不行 你現在說到最後還是要賺錢 不是求清火 當然 這樣沒有什麼誘因 沒有什麼誘因人們想幫你 不是 最嚴重的是什麼 其實幾多人做這些 我們這裡也有很多 我最記得當時香港那兩個字 有什麼江氏 那些番茄也有的 他們說是手工香造 不知道是真是假 其實這些 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龍斯奇 還有港獨奇 還有就是 Hong Kong is not China 還有江氏奇 沒有什麼 還有戴住嘴的 女生的公仔 我們忘記了什麼名字 很久都忘記了 黑暴女神 黑暴女神 沒錯 你只是這樣 你過了19年最巔峰的時候 我當成為你 2020年也有 在這一方面 反修例的 文化創作 文化創作 近這幾年 差不多是等於零 你整來整去都是拿回 剛才我們說的 江氏 香港倒轉過來 加油 抗爭 抗爭 女神 什麼什麼 你拿回都是舊東西 真的沒有什麼 如果沒有新的創作 很難的 實上是 好像一面很小的旗子 像葛慶蝕蝕蝕那些 他就剩下7面 香港 龍斯奇很小 7磅錢 都貴過英雷王死了賣的 哈哈哈 實上是 他們應該也有收住的 如果 當時已經倒暴了 英國的 很值得紀念 還有港英時候的徽章 3.5磅錢 很厲害的 有螢光的 就是這樣 你看看 大英皇室的紀念品 每一年都有更新的東西 新設計 沒有的話 難一點 真的 我覺得 這些黃色經濟圈 一個最厲害的就是大渣哥 大渣哥會說 只需共產黨 因為 大家不想 搞到他做不下去 那就是共產黨 因為深圳的東西便宜 又是便宜 所以 只需共產黨 搞到那麼便宜 搞到服務那麼好 搞到我沒得做 說真的 其實 即是他們說的那套論述是崩潰了 因為如果真的這樣 那不是 有十多 我當你二十萬人離開了香港 還有其他人留下 但是那二十萬人離開了 你看看如果真的那麼強 多數去了英國 這間英國廠商 應該幫你買 狂買、大買、突賣 也沒有 也沒有 那麼大渣哥 香港人 珍重在會 有人說他會在其他地方開 我不知道 在外國開 但是外國也很難 現在這一刻還未得到證實 你在哪裡開 不過也不用怕 如果他去到 BNO祖國開 一定大落大鼓 當然是 我覺得這些真重的 反正 他還是欠債 我最記得是欠租 他就說得很正義 欠租就是欠租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亦希望他不要欠人錢 現在我不知道他還了租了嗎 當時說得很正義 為了一些伙計所以欠租 沒有辦法 這個時勢 也是那句 黃色經濟圈 他提出的人好像不敢說 為什麼那些人不說 不動輝 說到幾百億美金的陶傑 也要幫他發貸 千億 價值千億 黃色經濟圈價值是他寫的 播篇文 你上網找黃色經濟圈 尋浴輝找到的 這篇文還在 是 但是這個 這個杜汶澤的雷蘇 有一個 飲食節目 就是叫做 Yellow Open Rice 以宣傳黃點共建黃色經濟 叫做黃色經濟共榮圈 他由一月開始製作 亦發掘這些店 但好像搞搞搞搞 亦都越來越細聲勢 為什麼會這樣 好 基地一直流行的皮性 如果搞得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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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會這麼低調 小小也說到很大的 的確確是 然後還有龍門兵室 宣布退出黃色經濟圈 最早收工 还有阿宝泰 很多钱在瓜葛 阿宝泰 这是崩溃的一句 原来你是这样的? 当时真的有很多傻人去买 真的有很多人排队 但之后他做的事令手组很伤心 他也成功卖盘 金蟬脱殼 其实他在当中算是截选比较小 我相信还有一位 说得很大 现在去了英国的阳文安 很多人追击他 他一向是黄圈里的大佬迁 很多人知道内情在香港的时候 是不说的 结果他移民到BNO祖国时 才会爆出来 这就是 你不说出来很多人会受害 是的 没错 当然这些 他说得很快 亦多次 记得当时阿宝泰多次快闲卖口罩 之后亦是 因为 是查抄他近百万的货品 市民连日就买爆 觉得他 其实真是蠢 别人说句话你就相信 是吗 当然 原来 其实他最大崩溃就是47人案的时候 2023年2月初 民主派初选47人案 阿宝泰 生活百货创办人林景南 担任 控方证人 是控方证人 难听点说是否是毒灰 不过不止他 不止他 有其他 赵家宣也有 是的 王店的App 就是 Me懲罚司 宣布把阿宝泰的所有分店下架 移居 台湾的杜汶泰的小道良品也不再供货 亦有王店停止 供应阿宝泰的现金券 2023年3月22日林景南也上传一张照片 声明香港不能乱也乱不起 提及阿宝泰 和黄色经济血不再有任何关系 会继续服务香港市民讲好香港故事 为香港为国家出一分力 这就麻烦了 那张图和波叔在一起 全都笑了 是的 没错 王友心碎了 当时真的是 其实是你们笨的 其实什么都 如果你以一个政治去搞 我相信 都没有什么人会做得长的 你那时候还记不记得 第一年黄色经济村一提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加入这个 尤其是王友 推出这个盘赛 很多那些劣质产品 质素很不达标 他就叫你包容他 做生意没有这样的 很不符合经济理论 你罵你 说你不帮手足 不支持手足也有的 为什么不支持我 我懂经济圈的 帮钱用来帮手足 当然很多 收了钱不一定是帮手足 帮了自己 十之八九 结果 其实都是得淡笑 当时就说一起要抵制蓝点 现在什么都抵制了 现在是去红点 去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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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将当年 这个 Blake Brothers is watching you 这件事的恐惧 已经抵消了 现在不害怕了 为什么现在不害怕呢 Watching you 一个关就有监控了 连灯仔都去大陆 还很好玩 很便宜 对 是的 连灯仔都去大陆 为什么不光顺香港 当地的黄店 为什么弄得大陆 大陆 还有几家都倒闭 还有几家都倒闭 我相信 也不多了 因为我看到他们很搞笑 Facebook page 有个叫 黄色经济圈 括号 真 只有两万多人 有一些推介 推介来推介去 都好像只有 一家什么大牌当 其他就真的不多了 当然 没有什么 刚嘟嘟嘟嘟嘟 没有 那间帽子是那间黄店 没有什么人推荐 还是自动播放 你这样也行 自动播放 不需要推占 不需要推占 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借修礼风波 黑暴 攬炒 这些 难听说 某个程度上来说 都是卖悲情卖小强 如果是真的好生意那些 应该是吃死方饭 就不会强调那么多 当然 你更加看到 其实现在的人都比较好 为什么 这么多倒闭 因为觉得你尽品 吃人血饭 记得之前前区议员 有个珠江卫 他就涉嫌 无牌向 一间 那些街坊 推销那些什么强积金 还有Patreon Patreon 他们都说是黄色经济圈 不然你是帮他呢 大佬 这好笑 这样也叫啊 这真是很淡笑 记得当时卖口罩 这些什么东西 是吗 郑家朗 还有 梁彦峰 梁彦峰 亦被海关说 他违反了商品说明条例 两个人更加 是什么 就是 郑家朗应该是戏谱潜逃 没记错 应该是英国 是吗 郑家朗没记错 是英国 是 好像没有被人告 是 2022年7月好像被法庭通缉 好像是 好像是有 Anyway 怎样都好 这些事情大家要想一想 为什么 他是用这个势 当然 亦有些人是用外国的 这东西赚钱的 在大陆也是有的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 是不是有时候被他们 是大了节奏 大了方向 根本 有些被人揭露了 都不是那回事 好像阿布泰 还有其他的帮手 冰室 究竟是否真的这么傻 还有 那些质量这么差 你是不是真的打算 吃这么差的东西 当时是的 是的 第一次是 还没开罐 是吗 一开罐 原来是这样的 是的 真的是这样 我已经有大开眼界了 是的 其实 你真是 正常说 其实这样才是对的 质量高 服务好 性价比高才可以 吸引到客户 这个是对的 这些才是经济圈 实际上是 这些才是效应的 不是靠什么颜色 我是什么支持哪个 支持哪个 支持哪个 不是这样做生意的 没错 这个一直都是 不对的 我觉得 他们再这样搞 其实也不用搞 因为真的没有了 你不要说 什么经济圈 香港也有很多做不住 何况是你们 意识形态那么强 有大陆客现在接不接 我就想问一下 是不是 大陆客来到你 这样的 质量 应该都 如果是 我刚刚去完 真BC也刚刚回来 没错 在深圳 广州那些 茶餐室的质量 质量不会差 而且 价钱 他很明显放在那里 大陆客来到香港看到你那些茶餐室 或者 找什么名店 为这样 放其他东西 我都 有要求 对这些 是的 不要帮我 不要帮我游客 劏我 是的 真的 这个真 怎样也好 正常人过回自己的日子 不要说那么多 什么鬼圈 还有 只剩下一些好心 不要送给人 他真是贯彻 这个 黄色经济圈的 原则 中指 生意什么 总之我是黄色经济圈 你一定要撑我 我不会减价 我拿死价 吹什么 他后来又减了些价格 但是 也不是那么 好 你看到还有货 你看看怎样可以清货 如果你的目标是想清货 当然你要赚钱 就另外说 他说在台湾 你是用磅来卖的 在台湾你会买便宜一点 台湾的工钱低很多 老板 又是一样价格 要赚钱 不过看你的 赚钱的幅度 多少 这就是 好 这次来到这里